Let it go 對呀,我是工程師,我是凱欣玲 可以再一次? 好,再一次 Hello world, welcome to one type 對呀,我是工程師 我也是 我是凱欣玲 大家好,我是某某 不認識某某的呢,請去看上一集 或是直接掃我的QR code嗎? 歌都先聽完 對 那上一次呢,我們聊了就是我們學習軟體工程的心路歷程跟一些經驗分享 對,那今天呢,因為我跟某某都有 一個是出國讀書或是出國工作的經驗 對,那我們今天就想要來分享我們這一部分的種種 所以某某,你是從哪裡回來的啊? 從澳洲 莫爾本 然後我是從美國的Seattle 在華盛頓州 在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在西邊 不是東邊 欸? 我要發什麼呢? 所以為什麼會出國呢? 那又為什麼會回到台灣呢? 我在台灣就有開始科技的工作 然後做一做差不多三年左右 然後就覺得說,欸? 我那時候其實蠻皮的 就很叛逆 就想說 走出四四圈 然後我想 我真的很瘋狂 因為我想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聽起來很crazy 對不對? 我當時去澳洲的時候 是用打工度假簽證進去的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整個澳洲 我只認識一個人 對,我只認識一個人 而且那個人是我哥哥的朋友 就還不是我的內容 這樣 然後我就去了 對,我想要一切全部從頭開始這樣 就是覺得那時候在台灣的時候 大家對你會有一個期待 就是這個期待大部分是好的啦 但他會對你有一個科版印象 比如說當你知道自己是什麼學校畢業的啊 然後他們就會預期你有一些這樣的行為 然後我就想說,OK我想換一下 其實我想到一個都沒有人知道我的背景 那為什麼是選澳洲啊? 澳洲其實相對於台灣人來講是比較容易的 比如說你用打工度假的簽證進去 你就可以直接開始合法的做任何的工作 就任何合法的工作 對,只是如果你想要長期留下來的話 你就是要轉成其他的簽證 那我當時就想說 那這個很簡單 就直接先去試試看 那不行再說 那我的話就是因為 我們家其實一開始都沒有打算讓我出國 那是到我高中快畢業的時候呢 突然家裡就跟我說 有一個機會我可以去美國讀書 然後未來可能可以工作 這樣 那我就覺得,喔好啊 有多一個選擇 然後就開始去思考說 我想不想出國 那我要不要出國 因為我知道說 這件事情其實 會花很多錢 然後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才會去很認真思考說 我要做什麼決定 而且這個決定真的不想要影響到我未來人生很多的路線 對 那 eventual 讓我決定要出國 就是因為我覺得沒有很喜歡當時的台灣教育的制度 對 那我就覺得如果有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去嘗試更多其他的東西 我就想去試試看 對 就勇敢出去了 那怎麼會回到台灣呢 因為疫情 哈哈哈哈 這個疫情的時間的timelapse 跟我本身人生 他指牙上的規劃剛好match在一起 因為當時我在前一份工作 在澳洲的工作做了三四年這樣子 然後我一直都有plan 就是差不多三四年的時候 我可能會想要轉換一下 就是 either是休息一下 還是就是換一份工作這樣 然後我一直也有跟我的公司 就是非常透明的溝通這件事情 對 然後所以那個時間點 就差不多剛開始比較嚴重的那個時候 我差不多就在那一陣子 開始就是新的工作面試這樣 然後當時手上有幾份都還蠻不錯offer 那最後最後一方面也是覺得 想家了 因為在澳洲真的待蠻久了 然後我的原生家庭就是都在台灣 所以就有想要回台灣的打算這樣子 當時台灣在國際上就是算是疫情控制的是最好的 所以這樣就是回來這樣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啦 就是因為那個 最後我選了 現在在台灣這份工作 是我的Dream Comfort 這樣 對所以 就是why not 很好 我看你回來 對 我會回台灣的話就 很神奇 就真的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我大學去Seattle讀書 我就很喜歡Seattle 然後我一直覺得 我就會留下來工作 然後我也朝這個方法邁進 那我大肆畢業的時候 也都順利的找到了美國的工作 然後準備要就是留下來當軟體工程師了 結果呢 我那時在美國的教會 他們決定說來台灣見另一個教會 那當時的我是其實一開始是 like it's not my business 我根本沒有想說我要跟他們一起來 有一天那我就意識到說神想要我來 經過了一番心裡面的 跟神的掙扎跟鬥爭之後 我被神說服了 對 然後我就來到了台灣 所以才會有現在的 Untyped out我是工程師 耶 你是怎麼在國外找到軟體工程師的工作的 我當時是在台灣 還沒有去踏入澳洲之前 我就有嘗試在線上找一些工作 那當時得到回應 大部分他們都會希望說你真是在澳洲境內的 因為他們有點擔心說你面試完之後 然後你最後覺得你不要來了 所以這樣他們的損失就很大 我一開始是先去參加一些工程師的meetop 對 然後很幸運的在我參加第一個meetop的時候 就認識了很多就很願意幫我的人 那後來我就去幫那個獎者做project 對所以如果當時我沒有去幫忙的話 我根本不會這麼快的就直接 得到這個面試的機會然後就進去了 對 所以我是雖然是線上頭裏 但是我直接去了那間公司 被抓進去面試 還有另外一種管道是你在澳洲念書 參加meetop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起點 因為你會認識很多在那裡工作 或是找工作的人 對我們覺得主要就是建立人脈 建立一些人脈 我覺得人脈是找工作一個很重要的點 對 你在台灣可能可以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你要找工作相對來說是很容易的 但在國外你不想辦法讓別人看到你的話 就是no chance 對所以就是盡量到走出去 跟人講話這件事情是可以被訓練的 那我真的覺得我在大學這段期間 很努力訓練自己去跟人講話 在career fair就是很勇敢的就是present自己出去 對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訓練的 我的找工作經驗其實非常的坎坷 我在之前的影片有分享 所以就歡迎點去看 耶 你覺得在台灣當軟體工程師的好是什麼 我就覺得台灣就是可能 對我們來說可能就是舒適權 你可以很容易的就跟大家打成一片 那我覺得同事之間真的可以是朋友 台灣的同事很厲害 我覺得那個也是教育的 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那在國外當軟體工程師的好 對比如說像我當時真的是非常想要 就是把自己的英文就是再練好一點 然後你會有很多很多你在台灣 就是不會有的機會就是 接觸到完全不一樣的人 然後做規模比較大的東西這樣子 我的話我可以講很就很現實的東西 好就是真的是錢比較多 好如果以美國息一案啦 那因為物價比較高薪水也高很多 對那另一個層面就是 就是公司非常分明 對文化上面你就是不太會去 過問人家私底下的事情 對那別人也是這樣子對 所以其實各有各的好 然後每個人適合的也都不一樣 你好想去國外嗎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都還是會想要去看看 對那你覺得是澳洲嗎 還是其他國家 可能其他國家也會想要去看看 但是我覺得就是像這次回來會有非常深刻的感覺 就是台灣做的家 在這邊不管是工作還是怎麼樣 那種體驗就是都是無可取代的 對 因為它是說你要有去找到適合你的環境 然後當然更好更 positive 是你可以改變 改變你不喜歡的環境 世界在改變 然後就是像今年疫情 讓很多工作都變成可以remote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我覺得工程師已經是一個 就是很讓人直接聯想到可以remote的東西 但事實是世界上好多其他的職業 他也因為這個已經變得可以remote了 對所以整個型態都在改變 最重要的是你是怎麼樣的人 然後你想要在什麼樣的地方生活 我還是很喜歡Sea Lo 我覺得那邊的居住環境是我真的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 對 好嚴格來說我第一年回台灣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念Sea Lo 我真的很想回國 我覺得我跟環境都是需要時間去 培養那個感情 深刻去體會的時候就發現 喔其實台灣真的很棒 就是台灣是一個我從小出生長大的地方 所以我怎麼樣都會知道說 這是一個我熟悉的地方 而且我知道我可以回來的地方 對然後就讓我更覺得說 其實我也沒有一定要去國外 對 at least for now 我知道我在台灣 我很開心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很喜歡這邊的人 對 不論是在台灣或是在澳洲好了 或是我在Sea Lo 在職場上面有沒有因為自己的性別 受到質疑 或是不平等對待過 我其中一個印象真的滿深刻的 就是當時我在公司的職位 其實是Tank Lead 有一次我就是跟我的老闆 一起去客戶的辦公室開會 然後對方是做那種男士西裝 可能百年傳統的那種店 因為他們的門室跟辦公室是在一起的 然後當我們那時候一到的時候 就看到就櫃台是女生這樣 照顧我們然後把我們帶到辦公室 然後開會所有的business 就是真的是business man 就是他們都是男生這樣子 我老闆是澳洲人啊 他就說真的就很傳統那種 一個男生的business 就是讓女生做櫃台 然後男生談生意這樣子 但是他當時是用開玩笑語氣 他自己講了這句話 就我們有自我介紹說 你是誰誰 然後說是夢夢夢的Tank Lead 我絕對忘不了那句話 就是開會前的時候 突然對方客戶老闆就轉過來對我說 夢夢不好意思 你等一下可以做一下筆記 然後開完這個會的時候 寫給我嗎 W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we're in the same page 就我記得 就我永遠都記得他 都說我真的很 我很錯愕 就本來我就要做筆記了 但是他當下的整個語氣跟那個 context 就是完全讓他覺得我是一個助理 一定 pay me 他也不是我老闆 然後我的工作也不是做筆記這件事情 我就說了一句說 我本來就是會 take我自己的 note 然後寫完之後我會寄給我的老闆 我老闆就是面帶微笑的 就覺得這樣講得非常好 就不失禮貌的就是這個微笑 對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 我覺得我在國外的時候 這個現象真的比較少 我覺得大家很重視這個問題 而且在美國如果你有任何一點 性別歧視的狀況 其實就是會變得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你經常是連開個玩笑 你都不會去開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就算有人可能內心有任何的歧視好 他不會那麼直接表現出來 對 那真的表現出來的時候事情都會鬧很大 對 那回到台灣的時候我覺得是 因為有很多小細節的部分 你可以意識到說 喔 好像有一點性別其實 可是大家會選擇笑一笑 就讓那個事情過去 沒錯 那最後你有想要給他一句什麼話嗎 哈哈哈 就觀眾啊 就首先說 如果你 你對你自己的自我認同是女生 然後你也覺得說 因為這樣子的自我認同跟身份 你是有受到一些壓力 或是讓你覺得uncomfortable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 大家要團結 對 就是 因為只有當你自己相信你可以的時候 你才真的可以 就是別人其實都是其次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社會結構底下 我希望就是男生 或是你自我認同是男性 或者是 你是女生 可是你覺得你在這個社會中是受到 你有比較多的優勢 你是有多餘的力量是可以去 改變你覺得不好的地方的這些人 我覺得就是 就是 一起來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好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更難的 因為我們都有可能是 在某個時刻 我們是比較 舒服的那一群人 但是你要永遠知道說 相同的環境底下 你是舒服的 就有人是不舒服的 所以我們一起讓大家都可以 過得比較好 一起努力讓這個世界 或社會變得更好 那就希望今天這樣子的分享 能夠給你一些鼓勵跟幫助 然後讓我們都能夠 更喜歡這個世界 更愛這個世界 然後更愛身邊的人多一點 好感性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樣的影片 請一定要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呢最後也別忘了 一定要去追蹤我們夢夢的 Instagram 還有他的Facebook Page 謝謝 嗨 好 拜拜 拜拜 肚子餓了 再見 你成了工程師 它變成小滿足 我寫趕著穩穩為了美好前途 別憑憑現實考驗 你再重複 期望有一天能夠幸福 就算人生與幸運沒有緣分 就算社會不如我們浪漫天真 但有些事 但有些事 總願意付出一輩子 總願意付出一輩子 但有些事 總願意付出一輩子